老铁们平时包饺子剩下来的肉皮你不要扔,今天咱们用它做一道美食 先把肉皮洗净,冷水下锅,放点82年的料酒,大火烧开煮五分钟 捞出,给它刮去油脂,再改刀切成丝,放在盆中,放点食用盐 用手反复揉搓,然后倒入清水,再继续揉搓 一边揉搓,一边换水,直到水清澈为止 洗净的猪皮放入锅中,放入料酒,生抽和少许老抽 再放点盐,鸡精调味,放入姜片,有条件的放入两颗大葱 再放入一袋密制卤肉料包,倒入三味又皮的清水 大火烧开撇去浮沫,再盖上锅盖转小火,熬制一个半小时 熬好之后,挑出料包,倒入容器内,因凉处凝固一晚上 第二天,脱膜改刀摆盘 先把黄瓜根和黄瓜中间改刀切片 把大片摆在底下,小片摆在上面 摆好花边再把皮凍摆在上面,摆满一圈 再配上美味的蘸汁 美食制作完成,喜欢的老铁双击收藏 老好吃